黑神话悟空已经登陆PS5商城的页面 在港府商城搜索中文悟空或者悟空的拼音 都能找到这个黑神话悟空的图标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加入心愿单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黑神话冒号悟空 发布日期2024年的8月20号 这是全平台发布日期一样的 但是通过这个商城的页面 看这个悟空的画质并不是很高 特别是他身上穿的盔甲 感觉像一张1080P的图片 不是特别清晰 但是这个眼神还可以 游戏紧离线游玩 也就是不是全程联网的 这个已经可以确认了 PS5商城公布的这几张截图 都是PS5游戏的实际演示画面 这个应该大差不差 这张图片远处的山挺有感觉 还有中远距离的这些树 甚至我都可以看到树枝 还有这张 整体感觉味道 氛围 挺有那味的 还有这个涌露 细节都不错 还有屋顶的瓦砾 虽然画面算不上第一梯队 算不上极品 光从画面上看我能给八九十份 这个人物审美我就不多说什么了 头发细节可能要差一些 可能因为是动态截图吧 衣服纹理细节一般 跟战神相比 或者其他的一种欧美 一线大作相比 这个纹理细节确实差点意思 可能不是主要人物 这张图主要也是环境 山 石 树木 还有整体氛围感 渲染的很不错 特别是这个近处的植被 多样性特别多 而且光影 阴影 效果也都不错 如果真是实际演示画面的话 那应该是还挺废酸力的 这个也是虚光5引擎的加持 才能做得到的 在之前的游戏画面里边很少见到 特别是这些植被 我们之前在神秘海域也好 刺客信条起源也好 能看到很多植物在动 而且动得很流畅 但是有一个问题 那些植被都是一样的 要不都是长叶的 要不都是原叶的 但是它这个画面里边的叶子 是各种各样的杂草 很丰富 有一定的多样性 这就对PS5的机能硬件 以及软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至于说动起来什么样 是30帧还是60帧 现在不知道 得等进一步公布 还有这块石头的一些阴影 树叶落在石头上的投影 这个位置 我估计很有可能是动态4K 2K分辨率到4K分辨率之间的这么一个画质 而且是分辨率模式 估计是30帧吧 或者优化的比30帧 会更好一点 这个人物 他这个衣服穿得很像黄老鞋 袖子的褶皱 还有上衣的褶皱 不能说很粗糙 只能说是太一般了 如果跟欧美3A大作相比 这些地方是有欠缺了 是不够的 个人观点啊 不惜雾喷 因为他们做的那种衣服 褶皱 包括上面的浮饰浮化道 都是有很立体的 有很多层次的 咱们做的这个相对来说有点简单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可能是咱们那个时候唐朝嘛 那衣服都是很简单的 就像这个衣服 都是很简单的 那他的衣服比他们的衣服更复杂了 右侧的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叫什么 看着挺立体挺真实的 分辨率也差点意思 从这个边上我能看得出来 可能有一些拉伸 是裂化的处理 但是像这些小棍的光影阴影 做的还是挺不错的 石头做的也跟欧美大作差点意思 还有下面这些石头 有点过于的简陋了 我是把它跟欧美的一线大作 去比人家的欧美大作 要花很多很多钱 很多很多人 很多很多时间做出来的 人家做这些东西 都是有丰富的经验 咱们这是第一次做 做成这样 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通过这些实际演示的画面截图 我能给这个游戏 在画面上还是给80份 剩下的就是期待和等待了 到8月20号 就能玩到这款游戏了